印度竹笛 印度竹笛 印度竹笛在印度传统音乐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它由西方竹笛独立发展而来 但与西方竹笛相比 印度竹笛十分简单 印度竹笛又以班淑里竹笛最为有名 人们认为著名的印度克里虚纳神 是印度竹笛大师 印度竹笛由竹子制成 没有按键 最传奇的印度竹笛演奏者之一 潘纳拉高师 是第一个将短小的古典竹笛乐器 改造成适合经典印度音乐演奏的人 这使印度竹笛与其他经典乐器 有了平等的地位 第七指孔的增加 使声F大调 或者提乌拉玛德亚玛的演奏成为可能 也让更多的传统拉格的演奏更加容易 当人们提起印度长笛时 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大尺寸的竹笛 但是建议初学者 从更小的尺寸的竹笛开始学习 如果您想购买一个竹笛 最好先询问专家的意见 竹笛不仅孔的大小不同 而且孔与孔之间的间隔也是不一样的 十指孔与中指孔的距离 比中指孔与无名指孔的距离要更短 此外 十指孔的尺寸要比中指孔的要小 印度有很多不同的执法技巧 有的人用指尖去盖住竹笛 现在大多数人用中指来盖住笛孔 这种风格由潘迪特 哈里普拉萨德 查拉西亚发展而来 演奏这种风格的音乐时 人们通常不会用到第七个孔 这种风格也使音调之间的转换 变得更加简单 印度斯坦常迪的执法系统 与爱尔兰气笛相似 但是妈音或者说第四个音节的演奏 则有所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演奏技巧 将吹嘴放到嘴唇的中间 将竹笛向外移动一点 上嘴唇差不多能感受到吹嘴的外边缘 如果竹笛位置放不对的话 就吹不出想要的声音 如果将竹笛向外移动一点的话 音调会略有上升 而将竹笛向内移动一点 音调则会降下来 为了能在竹笛上吹出清晰的声音 您可以在一个钢笔帽上练习吹奏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困难 但是慢慢地会锻炼出必须的肌肉记忆 这时候您就能轻松地吹奏了 除了技术之外 音调也非常的重要 必须要能够借助弹不拉或者耳朵听音 来吹奏出正确的音调 用电弹不拉 您可以以一个不变的声调 来吹奏出正确的音调 如果将竹笛向外移动 音调就会上升 而如果将它向内移动 音调就会下降 初学者应该从小一点的竹笛开始学起 将吹口放在双唇之间 然后将竹笛向外移动 初学时不要盖住任何的直孔 音调就会下降 音调就会下降 由于白尔棺笛向外移动